中国东方航空 波音737客机失势 这场中国近年最大空难 发生在3月21号下午 东航客机从云南昆明市 飞往广州 经过广西吾州市上空时 在两分钟内 从高度9000公尺 失速笔直坠地 737有两个引擎 那这两个引擎 会不会失效 会 但同时失效的几率非常小 小到一个我们几乎可以认为 那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实际采访曾经直飞同款机型的机师表示 当飞机失速时 机师会想方设法迫降 而且会朝直线前进 这种90度急坠 跟两颗引擎同时失效的几率 一样罕见 飞机它的逻辑就是永远都会有一个backup 你今天人两个pilot 它也是一样就是backup 那它里面的溢压系统 它可能有一些有三套 有一些有两套 它坏了一套还有两套 它永远都是有一个backup 引擎也是一样 它有两颗 它今天当然不是说这个东西永远不会坏 你要什么全部失效 这个真的是几率算是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低 就算两个引擎同时失效 从三万尺要飘到一万 飘到地面 它有绝对有超过十几二十分钟 可以算了 看它飞机飘降比 绝对有绝对的时间去呼救 在驾驶舱它是在一个 它在管制的空域里面 所以那个时间点 它一定要跟航管保持联络 这是没有质疑的事情 所以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没有呼救 是很怪的事情 失事航班高空骤降 几乎是完全失控状态 但驾驶却会挂出求救讯号 而事故机服务的时间仅6.8年 没有基建老旧的问题 不排除人为因素几率高 但最终事故原因 还要等到找到黑盒子判读 而失事班机是波音热门机型 属于中短程载体喷射式飞机 座位可安排宰客 162到189人 波音737总产量 已经超过一万架 是史上销量最高的商用飞机 但这几年事故明显增多 和东航失事班机同款的737-800 从2006年开始 16年内至少发生16起意外 史伤惨重 包括2010年5月 印度跨运航空812客机 因为冲出跑道起火 造成159人罹难 接着2013年印尼狮子航空降落时 不胜坠海 机身断开两截 2016年3月 杜拜航空同样因为空难 机上62人全数遇难 然而根据航空安全网站数据 波音737-800的坠机率 为每百万次飞行0.07次 低于737机型整体坠机率 被誉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机型 相较737-800 更新一代的波音737 MAX 2016年首飞 但在2018和2019接连发生 印尼失航和伊索比亚空难 总共造成346人死亡 调查报告归咎 波音737 MAX设计不良 一度遭到全球停飞 引擎往内 对往内 往靠内侧 然后靠了内侧之后呢 它的推力会造成机比往上 就是我们扶仰角度往上 那在机比往上的时候呢 波音就设计了一个机制 让它可以自动地把机比往下压 起飞的时候本来就是要头往上带 但它觉得说你公交太大 你快失速 它一直电脑就一直帮你推 你人跟电脑就在那边打架 电脑就觉得你快失速 一直帮你把头往下推 头往下推 然后飞机就掉下来 两宗737 MAX空难 都一次因为公交感测器失灵 而这回东航失事的波音737-800 是相对旧款的机型 不具备导致737 MAX坠毁的缺陷 事故原因还有待调查 但无可避免的是 外界对于波音737型客机的安全性忧虑 近新闻黄亭薛孝安采访报道